确诊人数不断的增加 但也发生不少民众PCR阳性之后 却等不到任何确诊或是区隔的通知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要发扬自主应变的精神 未来医院通知病人PCR阳性时 必须同步回报台北市卫生局 而连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暗酸 系统问题早就多次反映给陈时中 但中央不能解决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台湾最佳照护隔离人数标增 第一线人员电话接不完 确诊量更大到中央通报系统严重大塞车 让双北市长忍不住跑轰 过去医院通知病人PCR阳性确诊后 医院感控小组上班日才会将资料上传 中央法传系统 等中央审核通知地方卫生局 卫生局看到资料才会照病人 整个过程严重塞车 平常通知就会慢一天 如今确诊爆量 直接压垮系统 连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柯文哲曝光最新计划 要求未来医院通知病人PCR阳性时 也必须同步作业回报给台北市卫生局 不再等待中央审核通知 绕好大一圈 双北市长要自主应变 对抗疫情 眼看每日本土确诊飙升 就怕离破万不远 但不及中央应变 不少民众也开始自主应变 今天早上坐台铁的观光列车到宜兰 结果我们那一列车只有各位数的 今年的这一波疫情 变成是民众自我三级警戒 面对逐渐失控的疫情 却等不到政府应变作为 百姓只能人人自为 想办法走在指挥中心之前 这将由慈离玄NCG小组台北报道